超级美术生 江西网红考生刘新宇同学 却在江西省联考上面 只得了215分 而给出让他入选省级油画展 和给出这样分数的 这些评委们可能是同一波人 这里边难道是搞错了吗 有什么内幕呢 今天上评作为一个老美术生 想聊聊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为什么会出现入选省展 以及拿到最低档分数 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呢 其实这里边就是典型的 屁股举临脑袋的事情 这话听着是啥意思呢 同一波人在同一个人身上 给出的两个结果 正好说明了 艺术追求和硬式 它是两把式 而对艺术的追求 在考场上面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硬式的技巧 刘新宇同学 尤其对联考 这一类统一标准化 招生考试的要求 准备不足 刘新宇同学是在深圳进行练习 回到原籍江西进行考试 这个如同当年 我非常多的同学 他们跑到了杭州 跑到了北京去训练 回到本省去进行考试 本身信心满满 想去冲击投筹 尤其像刘新宇同学这一类 那未来可期啊 未来确实可期 那未来来得太快了 把大家都整不会了呗 这些话的好同学 按道理一线训练了 都是奔着更高的艺术追求去了 回到地方 为什么不灵了呢 随土不服了呢 他们分数拿那么低 是因为不符合 这些个评委们的喜好 这些评委们 代表着地方审美的天花板 这些喜好 真的会直接影响 每一个地方的所谓风格 换回来讲 你去到一线 北京杭州去训练的 它也是符合 另外一拨人的审美 可能大家都在讲 常见的那些 什么构图得当 形体结实 黑白灰明确 塑造精细 画面有氛围 这都是OK的 可是真正具体到 每一个人去打分的时候 你还是有个人判断在里面呢 对不对 这艺术它怪 它妙也就在这个点 它是很主观的东西 请你们认清楚这个事实 各位考生们 所以这个地方我给予这一类 奔向一线训练 回到原级来考试的考生们 一个最高效 最实用的一个技法 我请大家在快零考的前两个月 回来熟悉一下你地方的 所谓考试的这些喜好取向 你也扎扎实的练习一下 这些风格 你别回来到时候考完了 你自己都懵了 咋回事呢 没人跟你说得清楚 所以我有好几个哥们 是复习了一年 因为第一年出去考试 他不适应 是复习一年了解了这个规则 他该联考拿高分 拿高分 该去校考 拿全国前几名 他照样拿到手软 切记这一条 屁股决定脑袋的是 你得想清楚 每个地方 每一套标准 它的游戏规则 你得想清楚 没有人会适应你 请你适应这个社会的残酷 接受吧 同学们 以上就是第一条 第二点 我想从刘新宇同学的画面 来聊一聊 他和联考拿低分 有着必然的联系 很多学会以为 是啊 现在网上都在讲 他的透视不准 他的主次不分 画面给人感觉 尤其色彩 就像画素描 咱们闷心自问 作为同时期的美术生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你真的画得过刘新宇吗 你真的当他在网上 作为一个网红的 所谓超级美术生 那些个关注他 认可他 觉得未来可期的 这些网友们 蒙了眼吗 我想并不是 他有他特别优秀 且擅长的地方 也就是他可以通过 长时间的 对画面的专注投入 产生一个让大家觉得 很赞的作品 确实超过了很多美术生 好吗 这是一个求艺的态度 我身边比比皆是 可偏偏的考试 这为什么会失灵呢 其实这个是刘新宇同学 他不是用像快餐似的 两个三个小时 就要出效果的硬式的考试要求 他需要快速决断 且把我们看见的所谓体积 质感 色调 冷暖 巴拉巴拉 这一箩筐吧 能够快速的端出来 给到考官们看 他们才会认为 这个孩子 不错 所以你知道现在市面上面 每一个省那些个产品线出来的 那些作品 看起来毫无生命力吗 你话多了 你也想吐呀 真情这个事实 那你就会知道 你如果为自己考虑一下 也为自己家庭的投入考虑一下 这些个硬式技巧 我们学一下 它很需要大家 真正的去针对性的训练 才能够拿到评委们的这个高分 你说呢 所以第二个点 面对硬式的考试的这个快餐式的技法 一定要好好学 好了 我就不服 我就僵硬的像一块石头 这样的 有没有解法 有 但是只适用于少数人 而这个少数人是你家庭条件要不错的 那就考虑去国外吧 这是一条很务实的道路 我们国内考试的这一套标准 其实现在已经是固化且畸形了 那国外其实还保留着 对这种考试相对合理规范的一些方法 现在像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 像法国的一些美术学院 还有佛罗伦萨的一些美术学院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招生的一个要求 首先你要提供你的作品级 也就是你近一年以来 或者你自己满意的作品 等你一个作品级 各个学校要求不一样 大家可以自行策略 第二个点 它也考试 但是呢 时间不是要你两三个小时 把它考完 它会需要你一天两天 甚至是一个星期 去参加几场考试 而这个时间是让你绝对的投入 让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去试错 有去去实现自己想法的 全流程 全过程 充分的能够发挥出来 像当年吴作仁先生 他自己回忆去法国参加考试 那考人体都画了一天到两天 现在你像国内哪个地方 会给你这种呀 在我是80后的一考生 那个时候画人 那真的是从部队里面 请了兵哥哥回来坐在这里 给我们画 现在呢 早就画照片了 照片最后的打印费他都省 最后说直接破写吧 每期明约 是让你去 有这个更好的这个 这个展现你的能力呢 最后全部透露化了 这里能受得了吧 所以在这一条选择的路线上面 仅适用于家庭富裕的少数人 好 以上呢 两个建议 以及我所看见的考试相关的一些个规则吧 大家伙自行体会 当然你有更多的去针对性的 去帮刘兴宇同学提升能力 我相信这个事情就交给他未来的老师吧 咱们自己做的可能还不如人家了 有问题我们可以改 但不至于他会差到这个样子 我永远支持对艺术有坚定的信念 眼中有光心中有梦的快乐追求艺术的伙伴们 你有更多的想法 我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本期视频给大家啰嗦这么些 我们下期见 拜拜